嗨 大家好 我是小曲 那這邊先用這個美把的帳號 先搶先通關這個哥白尼的地獄集 那我們現在用的是這個打鐵隊 那這個隊伍呢它是可以解這個三屬性的成就 它有一個成就是三個以上屬性的對不對 那進場齁直接來給你一個整版鎖定 這邊就是考驗各位的轉租技巧 就盡量消啦 那進場的話CD2 然後它是越攻越強 現在這個隊伍齁要打到這個 一千多萬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這樣就直接帶走了 那行動值也快滿了 那第二關的話兩隻小怪齁 打都打兩萬多啦 那這隊來說沒什麼擔心的 因為它這隊的話血量很高齁 回復力也算還OK 先打這個木的好了 那浮愛跳的話就可以打開了齁 那之後來到第三關 第三關的話其實技能也差不多都快跳了 那它是無視控制齁 所以這邊是沒有辦法開十二妖的 那先把這個潛意略打開 那它第一條血的話 它是一千七百萬 之後它會復活變強 復活變強的話呢 我們這邊直接開齁 直接開這個 炸板 因為它這個血量會變三倍 因為它這個血量會變三倍 血量變三倍的話 可能會比較硬一點 變五千多萬 那如果你沒把握的話 也是可以開龍科解決啦 那再來第四關的話 它是不能手銷水珠齁 那我們水珠就是用疊的這樣子齁 那我們水珠就是用疊的這樣子齁 先把這個水珠打掉好了 不能手消水的這隻先幹掉 可能兩隻會一起帶走 可能兩隻會一起帶走 這個傷害太高了 那下一關的話 它是強化拼圖盾齁 強化拼圖盾 不過我們這邊沒有強化珠 所以這邊的話 應該前一關先開個龍科 我們先開個龍科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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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這個龍科沒辦法造強化珠 沒關係 我們直接開這個 那 直接開回來 剛忘記龍科不能夠那個造強化珠 只要把拼圖盾拼滿 這樣子平砍應該就是沒問題可以帶走 一千多萬而已 再來 然後王關的話它會先突擊一次齁 然後會給你一大堆的光珠 那這邊不能消 沒關係 它把光珠全部消掉之後 這邊再一波帶走齁 三千九百多萬應該是可以一波帶走齁 一波帶走 齁 沒問題 沒問題 那王二的話呢齁 就不要手消光齁 直接 開這個 蛇女先冰起來 欸蛇女這邊也無視控制齁 不能開 那我們這邊開這個 好 那不能手消光齁 那CDE打兩萬一其實 還好 CDE打兩萬一 我們等到這個 達爾文跳起來就可以了齁 等達爾文跳起來就過了 好 一樣不要手消光 那靠符愛呢 它就是可以穩定的回血 好 忘記開前衣略 好 這邊打爾文跳起來之後 直接開 然後加前衣略 也沒有光珠齁 這樣反面非常好 好 這樣子應該就過了啦 這樣應該就過了 OK 那這隊就很輕鬆的可以解這個 三屬性的成就齁 也可以穩定的通關 那推薦給大家齁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訂閱 右下角可以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